這個是在一年前 不是一年前 半年 十二月底的 那今天照的X光 這個肺部比這個的肺部更乾淨 更乾淨啊 上次都還有一點點半點 這次全部都是黑的空氣 很漂亮 腸胃的腸氣好像也少一點 上次腸胃的腸氣 累積蠻多的 腸胃的長期累積蠻多 所以表示它內臟的功能 不管是肺臟還是肚子 功能都有進步 骨頭的骨架也還算正 跟上一次沒有大的差異 所以上半身沒有差異 那這個呢 這個的曲度 就是它的駝背的程度 駝背的程度 如果就這個來看的話 還好沒有什麼大的差異性 這個駝背的程度 最主要原因是它頭一直往前 有沒有看到 它脖子往前掉 所以它有一個力量往前傾 所以現在如果要讓它更好的話 這個地方必須要把它拖起來 不要這樣變成這樣 頭往前傾 這個頭往前傾 所以現在要讓它下巴瘦一點點 下巴瘦一點點 不要鼻子這樣突出來 下巴瘦一點點 這個就會往後面瘦 它的力量就會比較均勻 就好像就立舉 你往前傾 它是不是力量就一直往前 所以它要回到這個中軸線 除了左右的側外 它前後這個中軸要往後 所以你後面這個枕頭 不要墊太高 要盡量的往上 讓它這個垂直的距離 能夠增加一點 是 這樣可以吸得更薄的氣 那我比較高興就是說 它這個長器也比較通了 你這樣推這樣拉 之前的腸脹的更厲害 現在它看起來更好 脊椎 也算是還回到這個中軸 還不錯 照顧得很好 之前它有歪斜一點 現在看起來比較正 骨盆的部分 高低還有一些 那下面這裡還有一些大便 可能沒有推出去 所以我們那個推腹要盡量跟它做 除了苦行老師講的那個揉以外 那拉以外 你伸部的要不要推下去 因為伸部它就會叫 它會叫 會痛 所以我現在不敢太深 輕輕 輕輕的 那如果說你現在可以這樣子腳伸直的話 有的時候讓它趴一下 趴一下 趴著的時候 頭讓它這樣 趴著 要像頭這樣嗎 我就是擔心這個趴著這個問題 因為它的腳 現在是 就是 如果可以伸著直 再來趴 是 我記得我第一次看它的時候 根本就是很困難 對 如果你可以伸到 比方說可以伸到 剩下20度 你趴著一下 再壓一下它的屁股 按摩它的背 會有幫助 OK 我就是擔心說 不然你就先側躺一下 用側躺 用側躺 按摩 OK 好 OK 很高興今天 辛苦 所以 就是 就是 就是有 有進步了 最少那個肺 我看了就好高興 你這樣才不容易噴成肺炎 OK 不然的話你呼吸淺 你看整個呼吸很淺 痰就出不去 哇 一口痰就受不了了 OK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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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剛剛我在外面看 那個 你的那個 演講的 喔 我媽媽就是一直看耶 看得很有興趣 真的 她聽得到齁 反正她有在看你的演講 好 加油 看到你在柴米球 那個地方